我只懂得买报纸 已经血液了骨 不是你不肯做 是你想做也不能做 这里是鑽石山 龙盘街市一个报纸档 由87年屋苑一日火起 一直都经营到现在 当主明哥18岁 开始落店铺帮爸爸手 一转眼已经36年了 不过报纸档 可能无法再经营下去 原因是无力负担租金 最近房处要求明哥 要缴付疫情前的月租7800元 我不是输打赢要 我不是现在说真的好好做 要求你减租 其实他不减给我也没问题 他重估出来合理就行了 报纸档租约以三年为期 新租约在今年6月30号开始 月租是旧价7800元 疫情事后 房处曾经下调至一半3900元 而年底这个租金 减免计划就会到期 由于现在已经复偿 所以房处就将商铺租金回复正常 明哥坦然是无法承担的 于是就向房处申请租金重估 回复是还原你之前最盛世时的租金 意思是最多报纸杂志时的租金 房处那边就回复我 租金就没得减了 你就当提早退休生活 我听到我也觉得很不开心 听他这样说 现在二、四、六、八、九 九十款第三张 三张都是要退回报馆的 最后也是 现在有时将一个封面 摊开来放置 让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咔咔咔咔的 梓梅识微 报纸档已经不能单购买报纸杂志维生 而要借助购买香烟、遵装饮品 帮补收入 再收回以前的租金 会否与实际环境脱节 我们高峰期当时是买一千份 现在是买一百三十份至一百五十份 当时我们还不需要减价 现在我们还是减一元一张 我一份报纸离价计出街 卖九元是赚一个七十多元 卖完百多元是赚二百多元 我都没办法交到七千多元租 我卖完报纸 我还欠几百元交租 只靠香烟 交完租也是找一万多元 我还是两夫妻做 我们由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半 十三、四个小时 有街坊获释 报纸档可能要画上句号 显得有点激动 她是好人的两夫妻 刚正在家里二十多年 买东西多了钱,她都会给我 现在买报纸很辛苦 旁边又贵 她不会节省一点 是 最初都是因为他们… 不要加那么贵 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买报纸 你们很严慌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贵 都要赶到他绝世 都要他没办法做 弟弟都会看着他娶老婆 看着他到现在 两夫妻子这么欣慰 给他一些东西做 他们是开一行,做了几十年 报纸档旁边有一个吉铺 明哥希望可以转租这个铺位 可惜事与愿违 这个档位本身是做改衣服的 只有二千多元租 我就跟他说 不如你这儿都丢了一年 不如我搬到旁边这儿做 你这个位置照够租出去 七千八元 转到其他行业 你们也没有收到这个店铺的租金 而这个店铺的租金也没有浪费到 房处回来就说他们有个优化计划 要优化这个商场 这个二号铺也是其中一个优化计划 之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但又没有说到是什么 所以没有客人都说不行 我们就报纸档逐约加租这件事 向房处查询 对方回复指 房委会一向以市价来离定铺位的租金水平 至于报纸档的租金 房处表示会继续与租客磋商 也会与租客探讨各种可行的经营方案 例如看看可否在原有行业上 增加其他行业的类别 我自己也在这里做了36年 对街坊也有感情 我希望房处那边可以 因应现在的市道 相应调缘合适的租金 我们收到明哥的最新消息 房处将档口新的租金定为6200元 但明哥表示会拒绝 希望在各方面的协调之下 可以保留这些夕阳老铺 在茶口里手指化 便利是这个运行同 永远